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引起观众对吴越本人的不满意 对此吴越也是看得很开呢 我的突破就是以前没有被骂过 现在被骂然后不知道什么叫观众这个不满意是什么样子 所以好像就是跟以前最大的不同 起初有点并不是特别的接受 因为没有适应我这样的规定情绪 然后慢慢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是看这个角色 然后根据当然他一定是个人生 他也不知道我们队是谁 所以我慢慢这个东西分清楚了 我觉得一切都在清理之中 其实说到吴越 说到我的前半生就不得不提另一位演员雷佳音了 他对陈俊生这个角色的精彩演绎 让观众们记住了这个演技精湛的好演员 同时也让观众对他的投围产生了兴趣 这部现场聊起投围这件事 雷佳音可是有点急了呢 上次量数好像是60投围 这下边呢我真5857.5 可是那个数字不是60吗 就是他们量完以后就不说 我也没办法 所以说这个就是观众真就不知道证据答案 但我真的是5758 然后我也想了 等那个下个精彩组的时候 我想去就量完以后公开一次 看来这个投围是多少的答案 指日可待了呢 期待你公开的那一天哟 不过一码事归一码事 好脾气的雷佳音也是在现场和主持人玩起了快问快答 想跟谁一起过七夕 跟媳妇吧 媳妇之外呢 媳妇之外 只能跟媳妇吧 比较这回家会六年 有采访是说你原本想搞偶像付钱 现在还有偶像包吗 多少一点 有人说你是娱乐天三剧头之一 能够透露一下投围大概有多大 我投围真的是57.5 如果匆忙的要出远门 你背包里面会带的是什么 会带书 如果有人想偶遇 你在哪儿偶遇你的几率比较大 那个烤肉范围 现在在拍就是跟另外一个剧头 刘烨拍一天剧叫老男孩 然后呢 马上要在上海拍一电影 接下来会拍一个超级网剧 可能就到明年中了吧 哎呦 这明年是要开启棒瓶模式了呀 是海报道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